請問我可以吃盧森寶嗎 我踢到他了 你說你說你說 他們是gay吧 我呢 我也跨我也跨 你看你看是不是 他們沒救了 沒有我也沒有救了 Way Muzi 我們現在來到Luxembourg 第一天的晚上 也是最後一天的晚上 來到一個蠻高級的 Italian Retro 對 Luxembourg 我還在想 他們是說什麼語言的時候 他們是說法語的 因為是bonsoir 來了來了 Spaghetti with Skolov 嗯 好了好了 我們剛剛其實拍的爽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 看一看Luxembourg Luxembourg Luxembourg 不是一個城堡 是一個國家喔 看看有什麼吧 我們現在來個Room Tour 好不好 不要 所以就不要了 Final check it Check it Check it Room Tour完結就是怎樣 是不是很大 沒有了 這個是Profit Agency的手法 拍起來很大 其實也不錯來 我們現在就要等 我們Taxi Driver Uber 哇 Savish喔 他沒救了 這有Uber 現在我們就來到 郡寺廣場 這裡有什麼呢 空空很舒服 然後看到有一個涼體 有這裡這個Building 應該是博物館裡面 然後就可以進去看一看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 有一些Tourist 在拍那個鴿子 那我就直接先拍 好啦我可以教一下你們 怎麼嚇鴿子 你跑過去的話 嚇不到那個鴿子 Eddie 幫我拍一拍 你要拍 你看到他 這樣就嚇到他 那你再一次 看不看到 再一次我用 再一次 你看到那個鴿子 你怎樣跑過去 他會走 沒錯 但是你要嚇他呢 簡單 你看到 是 這樣就嚇到他 Welcome to the Moose Latcher Oh my God This is Moose Latcher 所以學到東西喔 下一次怎麼下鴿子 做這個樣子 欸Mousey 你們看看 剛剛還有很多鴿子 現在 還可以把它嚇跑 但不是叫大家去嚇人 給我們全部下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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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sey 我不是叫你們 要下鴿子 但是 有一些東西 學一學也是不做 很好玩喔 欸現在 TeamW出動了 造謠Mouse 帶你們走一走 無聲鴿子 所以我們現在去哪裡 不是麥當勒那個 我們現在剛看完 軍事廣場對不對 然後學了怎麼下鴿子 然後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我們走前面 南方 再往左 西邊 真的是點南京耶 沒有沒有 你想想 走南方左邊 居然是走西邊 logical 好走東邊 然後再走北邊 就是走一圈 我說的好像沒有說一樣 你們自己看地圖都知道 走一圈就可以全部的 Every single attraction 就可以Hit到 好 我相信 相信一下 今天的 很棒 好 現在就走Money Moon 再走Cafridia 再走走去北邊 北哥 跳向北方 北哥 你有沒有要賽 要賽 你有沒有排阿道夫橋 最後才要賽 因為要賽是另外一邊 我們最後走一圈的終點就是要賽 好 Generative knowledge 大作戰 Charles開始 我想歷史是最爛的 好 1914 我是Science student Medical student Dugnant student 怎麼可能知道歷史 好厲害 但是1914到1918發生什麼事 麥拉郎推出第一隻 盧森堡 哈哈哈哈 這裡就是他的 monument 我看到 他有1914到1918 然後1940到1945 First World War跟Second World War的月子 剛剛好我看到這個 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剛才因為沒有風 看不到他的國旗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國旗的時候 我以為 為什麼他用雷德人的國旗喔 紅白藍 很很很 這樣 太不合理了吧 然後我上網查一查 原來是不同的 雷德人的國旗下面的藍色是比較深深 但是 那什麼的國旗是比較前色 他應該是有一些歷史典故吧 嗯 我不會這個 好像是 我不確定 你們去幫我確定一下 還有很熟 念歷史的人 為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 有一些人說 因為在旁邊用上的國旗 有一些人說 因為以前是因為Colonial 然後90年代 沒有 19th century 20th century 19th century 才開始用 你們很知道的歷史 很確定的 這下面留言 跟我說 還有呢 那什麼 是一個盆地 看到這邊 這邊 是Old Town 那邊 是Modern Town 下面 就是它的盆地 不一樣的Park 超級舒服 對 對 對 先生是天氣報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生 請問現在幾度了 我不知道 大概零下十度 你可以幫我查一查嗎 我要賣到好嗎 先生 我不要賣到好 我要知道幾道 幾道 幾道 幾度 五度 沒有你要看 Fills like 3度 Fills like 4度 為什麼你的電話是3度 現在是5度 3度 對冷嗎 冷 沒有手套沒有圍巾 他一種 一語中低 一語中低 看到我為什麼不冷 就是因為我戴了手套 戴了圍巾 你忍得緊 你忍得緊 忍 忍 你忍得緊 你忍不動的話 你的眼就不會冷 所以戴圍巾是很重要 來歐洲國家或者你們去日本 保暖的話 肯定要戴圍巾 現在我們就去Cafel 現在我們就來到Cafel 現在我們就來到Cafel 這裡 就是Lotsapel的Cafel 看到這裡 外觀 這是一個Cafel 裡面 啊 新奇天 我們不能進去 你只要新奇天 你跟我一樣休息 神父也一樣 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進去耶 進去 YES 我們以為不可以進去 然後看到有人開走 越來越掛門了 我們就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 原來有開 我們現在進來 法律窩流 露大 不要那麼大聲 我看到那個instruction A phrase of science 抹去 German Dunker Maxy French Thank you English 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這裡 每一個教堂 每一個教堂 這作品 每一個教堂 我 演 knife 經典 避unya 我 擁闳 應 人工行的 哥德斯均中 跟我Glasgow Uni的学校是一样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 没有教堂也有一个位置 confess 就是这里 人就站在这里 神父就在这里 你是不知道谁是神父 把白色那个拉下来 confess的人就是进去 跟神父说话 Tell me your sin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在Covina出来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看一看 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 嗯 好啦 我们就说说Covidio 跟我的故事 我三年前英文超级烂 简单一句英文超级烂 来到Glasgow 完全没有朋友 我第一次跟外国人 就是Covidian 跟不一样international的人说英语 在Covidio 不是Covidio 是那些church 我跑步走过去 听到有一个church 走进去 他说我们有international的student 有一些gathering 好啊试试啊 没有试过 刚才来Glasgow 进去以后 他跟我说Shepard的故事 完全听不懂 又要reading 我那个时候英语也不好 很紧张很紧张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尊重 你不懂他的culture 学啊 没有人会怪你不懂 只会有人怪你不尊重 尊重 尊重 我就是那么重要 我刚刚在里面都没有那么兴奋 因为我们压下来 压下来 嗯 现在我们飘下北 哈 Ed 你在我身上 学到东西 但是好像没有用 我有学到啊 怎么下歌 喂 我们吃饱饭了 吃了什么 披萨 就披萨 不可以开心一点 吃了什么 喂 喂 喂 吃了什么 因为那里没有卢森堡 好啦 我们现在继续说 来到那边南边 我们还没飘向北方 因为我们刚刚吃东西 真的是南边啊 真的是南边啊 诶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我们刚刚在那边 你不要跟我讲 我没有概念啊 然后在圆着这边走 因为我们吃东西 原本到处是飘向北方 但是飘不到 我刚刚问了 诶 Lussemburre是不是盆地 我完全不会盆地 这个definition是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 它是围着 然后 轰 下来 我不想这么说 轰 下来 然后它就有一些 很像 沉床 我在那边 一眼光晴 至少有一个叫MOOSE的人 在拍影片 有MOOSE在看MOOSE的影片 现在给你们 卡卡 这么 轰 下来吧 Yo MOOSE 现在就来到Lussemburre的地理 一刻 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 风渐渐 发距离 吹得好 好啦好啦好啦 所以说Lussemburre呢 为什么有特别 它又说法语 又说德语 又说他自己Lussemburre的语言 然后东边呢是德国 东边的人就是说德语 南边呢有France 说法语 然后上面呢是Belgium 我们刚刚走到这里 就可以看到他的地理状况 在这里北边 看到 这里 有一条桥 这里 有一条桥 这里 有一条红桥 这里 也有 所以北边好像不是诶 对不起 应该是吧 我看看 我查一查 因为我不确定 那个是不是北的意思 然后我查一查 是对的 所以Lussemburre的北边 有 Amsterdam Amsterdam就是穿过Belgium 在上面就是Amsterdam 我们的东边 去东边走 走到这里 Germany的capital Berlin 所以东边就是德国 很特别的国家吧 在欧洲里面 没有很有名 很多亚洲人 好像我之前也以为 Lussemburre是一个city 而不是它是一个国家 Lussemburre city 是Lussemburre的capital 给三个国家围着的 然后不要以为 这个50万人口的国家 很小 没有特别哦 它全球GDP per capita 是排第二位 我刚刚断言查了 但是我只是记得 它是很厉害 GDP per capita 这之后 温许以后才跟你们说 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 只是卖油 卖很多钱 就可以 per capita很厉害 经济学来说 其实那个不是real production 不是sustainable 它是这里 没有很多元 但GDP per capita 很高 代表什么 Economists 就把GDP 我说太多 Economists就把GDP per capita 当为一个standard of living的indicator 所以就说嘛 如果GDP per capita很高的话 平均来说 人的生活指数 standard of living 会很棒 去北方哦 北方 飘向北方 嗯 像你们看到这样 很美很美 很美 为什么有这里 吊着的呢 旁边 两边都是空的 因为上面是车走的 下面 是人走的 好啦 所以 欸 怎样咯 你觉得这里怎样 还不错 还蛮漂亮 好 你坐我对是真的蛮漂亮的 好啦 也不会说直接坐下来吗 不要讲一下 那么近哦 好咯 哦哦 我们现在就去英国小厨师 The left rod on 好 準備 Woooo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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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慕斯 我们这次慕斯站欧洲 Lussemburg 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吗 没有 你们不可以不喜欢哦 肯定要喜欢咯 好啦 我现在差不多是五点钟 我们明天是6点45分的飞机 好早哦 所以我们就看 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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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开他 回去Franford Airport 应该开要两个半小时吧 你不要以为我们上个留学生 开Audi很Lussemburg感觉 但是 其实这个是最便宜 来了什么的方法 我们从Glasgow 飞去Franford Airport 只要10lb 20lb来回 注册车再去才是最便宜 如果直接从飞机来的话 应该是时间比较长 然后 一百几十半来回 所以 注册车是比较更便宜的方法 所以 Muzy 跟Muzy 我 从来去旅游 不一样的生活 就是找最聪明的方法 我不算是最聪明 但是对我来说 找到最好最好的方法 Option 嗯 好了 好 谢谢你们 收看 我们下一个 影片 见